各位妈妈和同学们大家好 介绍了极其私校的这个内容之后呢 我们今天来讲一下 在澳洲呢 从prep到year2孩子的英语学习 那么prep的孩子呢 首先需要做到两件事情 第一呢 我们需要提高孩子们对phone names的认识 对 也就是字母的声音 以及字母组合的声音 那么我们能够熟练的和舒适的 把声音连接起来 并且组成单词 第二呢 就是prep的reading的层级 其实是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呢 我们基本在prep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孩子们呢 结束的时候呢 能够达到level10 我们主要用的是pm的这条系统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表格呢 就展示出了从孩子在prep 然后一直到呢 六年级结束 对应的这个pm的level 以及呢 对应的这个像牛津树 牛津树是现在目前 比较普遍的小文书上 也比较流行的孩子的读物 很多家长对这个很熟悉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像从prep开始一直到 这是英国的一个表格 所以呢它把整个prep的归属 到了break one当中一年级 但其实我们这里呢 看到的是从大概一年级 这个表格的中间位置呢 其实就是我们所期待的prep 结束孩子的一个pm的层级水平 就是到达八级 等到接下来呢 就是一年级之后 一年级之后呢 基本上结束呢 我们能让孩子达到的是 14或者15 在日效呢 就是比较满意的一个层级水平了 然后二年级结束呢 基本可以达到的是22 三年级结束呢 就是达到pm层级的30 那从四年级往后呢 因为日效当中介绍的主要是一些概念 对比如说作者的角度啊 或者作者的目的啊 这种内容了 所以它就换了新的标准 来进行呢 学生的这个检验和比对了 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呢 对孩子来说 他阅读的爆发期通常在哪里呢 基本上是从Picture Book 然后到Chapter Book 就是会本 然后到呢 分这个章节的小数 章节书 这是一个跨度 基本是在pm Level 17到18 那加上比较关心的是 到底孩子什么时候 才可以开始读章节书呢 那大家看屏幕当中的这个页面呢 就是17到18孩子 可以流利读出来的一个层级水平 那我们辨别这个孩子 是否适合读这个读书呢 通常一个是看它的流利读 就它在读句子的时候 是否有不合理看顿 或者一量单词的时候 无法破解 这些来判断它是否适合 另外就是生词的读书 如果一页有五个以上的生词 这一页对它来说 是比较有难度的 如果五个以内 我觉得这个书是适合这个孩子读的 那很多家长现在反应 为了配合学校发的Home Reading 还有什么自己可以读的读书吗 我觉得可能在听的家长 有很多很不同的意见 大家都是专家了 那我现在分享的是呢 首先第一套叫Lady Bird 这套书呢 是英国的出版社出版的 对那它也分各种level 从level1到level6 很适合孩子们读 首先呢 大家可以打开看到的是 内容上有图有文字 对那其次呢 这个书的text type呢 也是从fiction到nonfiction都有的 像这个是Charlie Ann的Chocolate Factory 它是现代的作家Rode Doe所写的书 那么但是Rode Doe的原著呢 是相对文字上比较复杂的 但是为了配合电影机孩子的阅读力 的快感的以及故事性的 所以他们编程呢 相对比较容易的 而且有插图的这样的形式非常好 除了fiction以外呢 还有像nonfiction 像很多男孩子啊 或者有一些对科学 或者是数学能感兴趣的孩子 可以像选择这种像space 这是level4的 那他把一些跟科学有关的 试制性的文章呢 写的也很生论 没有趣 今天就顺便介绍一套 跟science有关的 这套书呢 是基本上所有小朋友各个年纪 不论男或女孩 只要他到手就可以放下了 这种书呢 是以插图形式啊 就comic group的形式呢 来介绍科学知识 或者科学经历 然后把这些经历呢 融入在孩子每天的一言一行当中 对所以很有吸引力 那么不管是孩子只是prepped的 或者是year1的 还是year5的 year6的都可以来读 对我非常推荐 只要读上这本书 我觉得以后上科学课 应该都可以有感而发 然后呢这种书呢 ladybird这套书呢 它的设计呢 也非常像chapterbook 所以孩子们读完之后呢 一个是纸质呢 非常有阅读和快感啊 很让人觉得有成就感 对另外呢 就是看起来呢 也比较有趣 比较繁星 比较好携带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一些阅读方法 就是当我们跟孩子 共同阅读 我们拿出一本书 对如何呢 让他们在书中呢 找到吸引自己的东西 而且呢 如何呢 让读书呢 对孩子们起到最终的帮助 到底帮助在哪里 对希望家长们呢 能够从内心当中 换出这种乐趣 跟孩子们共同坚持阅读 老师 能够 对